但是我羊头都黑 来 来个羊脑袋 几桶三桶送杯送勺子啊 29块就三桶送杯送勺子 玉米味特别弄 你尝尝 看得好突然 来突然给你们上个黑黑的小脑袋 来天天们见见小红星 呦美女 对我来了天天们 难得回一趟娘家这是 来吧 来个羊脑袋 小红很崇尼一样 我师父对我们都老好了 就夸我上脸啊 真实话 大成的怎么还没直播 我那个出去的时候问了 然后大成的因为他要公诉我 要吉卜我 所以说大成的没气 要不然的话大成的气了 这不就聚集了吗 三大金刚 热慢慢的 太烫了哈 对大家大家 往一脸上戳戳 戳戳戳戳 医生君 医生君今天没有啊 贴贴啊 今天来啊 明天再来看看 今天 今天没有医生君 把医生君给咱们挂上吧 医生君给你弄少量库存给你挂上了啊 69块就8盒 然后给你发10盒 杯子和勺子 大成现在不吃 大成的现在主要是做电商 他因为他吃不动 大成的比你多大吧 对他87年的 他看着不大 看着可年轻 看着可年轻 大成的他身体不好的 吃不动 完了之后 吃了两天半 就得输液 吃两天半就得输液 慢慢吃不着急 然后完了之后 后来就没招了 大成的就那个啥了 干颠上了 那他还是你徒弟吗 是 这个减脂鲜可以带上去喝 他是没有什么热量的 29块有三桶 送杯送勺子 小黄车能拍就有 拍不了就没有了 胖来了吗 胖在旁边了 又有让胖上 哎呦 我发现人多真好 我都不用吃那些 不要慢点吃 烫就是让他慢点吃了 因为依依本来不是吃鸡饭那种人 那种皮性格 依依粉丝上线了 你点开他的头像 去他的主页 然后看一下他视频 可以给他点个关注 要不然现在这个关注啊 他跟斜了门似的 你上线 点一点他就上线 你知道吧 对 可以点开绑一的主页 然后进去 主页可以点个关注 你是上午早早的起来去 哎 这真牛 你早上起来 你都起那么早不睡觉的吗 有的时候9点10点 见你发个段子 这1点 人家都吃完回去了 我说9点10点 我起来发个段子 我接着睡 完了之后 人家就11点12点 就起来去吃饭了 我接 12点11点都起来的 去新华街 拍了个日常 日常段子点灯要搞的 现在是不是平台推这种 推这种系列 不推吃播了 不主要吃了 终于和师傅同皇了 那然后完了之后他明日就走 等我改天再回来 他明日下午1点 医生菌几盒医生菌给您发10盒 嗯 你们给宝一点点关注啊 羊头好恐怖还行 我吃羊头 我觉得他家羊头至少说实话不删 没有啥删味 嗯嗯 你是不是这远吗 挺远你坐高铁几个小时 一天啊 一天 嗯 半天吧 半天多一点 几个小时 1点到8点半 7个多小时 7个到多小时 从这那就跟到成都的距离是差不多的 从这坐高铁到成都是七八个小时 从这坐高铁到到江苏延城也是七八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半天的时间了 忽然以为你是个假徒弟 不是 他来回跑跟他推飞劲了 你知道吧 就加上前两年一直都是口罩原因 老粉应该都知道 口罩原因他也跑不了啊 乱乱的 眼睛笑了 等打一点 嗯 等打我的小牛眼 又来新人了 对对对 老千 下回就变成是依依 哎呀又来新人了 嗯 嗯 从变成单手旁的一个依依 真是热吗 真是不热 给他吃真是吧 因为羊羊头太热了 火动14个 14个 凉 凉你 嗯 稍微热一下 对我们 我师傅是一个特别 就是虽然说我师傅 脾气比我就是 就是快一点 但是我我们却 我们家都是比较随性的人 不然 放在谁家 能让在身边待了两个月的徒弟 这样走啊 别人家没有第二家老天 玉米粉三桶老天 再送个被子和勺子 慢点吃好嘞 热 这个羊头往锅里捞出来的 但这羊头得趁热吃 哎 行家哈 就吃播就是行家 就是得趁热吃 这个东西要是一旦凉着吃 它就有善味了 羊头热着吃 它是没有善味的 你知道吧 你热了吗 嗯 吃热 吃点肉 行 哈哈哈 没可以 吃吃吃 它跟热都没肥出来了 它跟肉没有关系 它跟热那个顿都不搭杠行吗 那也就到里边拿到里边就拿出来了 一整天怎么喝 每个半天喝两包 吃油腻之前 没事就喝点一整 对三罐老天 而且每罐是500克的啊 他不是粉 600克的 对 哦600克的 我以为500克的 600克的老天 我一直以为500克的 一桶600克 29块就发三桶 再给你送个杯子和手 为啥在江苏啊 呃 说聊话长 被拐被拐过去的 你给他点个关注不就知道 嗯对 你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我有空给你慢慢落啊 为啥呀 我也想知道 哈哈哈哈 为啥 非得在江苏定居啊 因为他家孩子在那 嗯 因为他家小孩在那了 我之前是嫁到江苏的 后来虽然离了 但是孩子在江苏 离不开老天 可能有一天可能会放下 但是短时间也放不下老天 生过宝宝的应该都能懂 你对啥 你对你对你回山洞去吧 还不你 还要再平 你啊对 对你回去啊 在江苏什么地方 我还延城 延城 江苏延城 他说他那个地方不大点 延城了 我以为江苏会是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地方 延城 不是延城 江苏省也不大 也不大 江苏人民港大什么 江苏人民港 延城其实挺大的 跟河湾差不多大 这样那没多大 差不多大 那没多大 一一号年轻 他我俩就这样在一起 他看着比我还小呢 因为 他就是属于 我跟你说 他是一点 他是属于特别随性的人 知道吧 特别随性的人 有些人他活在一旦随性 他就嫌小 我就不随性 一天除了工作就工作 孩子在哪 牵挂就在哪 对了 延城没有好难以 你看看 一会儿这不停工你啊 天成没有好男人 那 没毛病 对 老铁 你找着共鸣了 找我共鸣了 我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一心思 对 来个羊脑袋 哎呀 第一次拖羊脑袋 可拖得这么顺利 宣家的徒弟 宣家 宣家都是离婚的徒弟 没有恶意啊 别骂我 没有 我家 现在还好了 现在没有人说是离婚收容所了 我家以前怎么说 他们都说我家是离婚收容所 我 我给他擦一下 吃饱就行哈 好嘞 我把这个 我主要怕什么 我怕在这影影响师傅的节奏 没事不影响 我今天过来随性 波波都下波 吃了个我不一样 我玩的心还没回来呢 对 就我自己在家吧 我想吃吃两口我就吃两口 我不想吃两口吧 我就随性 我就休息两口都没事 但是我在师傅直播间吧 有压力 有压力 你真说黑话 没有压力随便播就行 咱随着播 咱也不着急 咱就慢 小仙真好必须的 慢悠悠的播 啥性格 直播间 你啥性格你就在直播间展示啥性格 我是属于那种快人快语 我说话快 我吃饭也快 我起了咖啥 赶紧干完赶紧下播 然后那不一样 知道吧 一一它是属于慢性 慢性 它你说慢吗 它干活它不慢 它就是平常 自己喜欢把自己放慢 其实我也喜欢把自己放慢 但不知道为啥 自己的性格放慢不下去 我就是干啥 起掠咖啥也闻道 赶紧的 等你呢 别跟那摸摸你的 对 我是属于那种 磨叽不了你知道吧 然后呢 他们属于 一一是属于把活干净干系 干到自然点 去完事 几口三口送沸送潮的 一一回来播了嘛 自己不播了 明天它回去 明天回去 应该它后天 能给你们正常直播 你们喜欢一一的 把一给一一点个关注 每天下午没事就给你们开播 他是属于播的随性 他想吃的时候他就给你们开播 吃的比较香 你喜欢看羊肠面的呀 喜欢看那个羊尾油的呀 喜欢看那个 那个那个牛肠子的呀 就是你现在还是一样 喜欢吃特别油的东西吗 录段子还是可以的 直播不怎么吃太油的 下午一半都是直播录 哎我知道哈 直播间不撒谎 你就发现干了时间长了 一一啊胖啊 大成的还好点 大成的不吃了 还有我干的时间会比他们更长 因为我干他们 在他们接触他们之前 我就干了两三年了 现在不是说主播不吃 是有的时候他是真吃不下去 你知道吧 就是你们有的时候 你们正常吃个东西 你们也会吃上个两天就会皮 或者经常吃一样东西就会皮 我们也一样 我们的忍耐能力 要比正常人超出很多 我们一样东西吃个好几年 差不多现在也就皮皮的了 关注不了 点开头像去主页 看看作品 然后再点关注 因为关注它会有上限 知道吧 他会有上限 一公斤在小黄车里啊 自己拉拉票 我又拉不上去 没事没事 看那个快手上限 我那个 其实主要就是 主要回来就看看师傅 看看我们宣家人的 平常就在直播里看 男的跟师傅他们一起出去玩 然后师傅过来 看看他们再回去 所以说你们喜欢一一的一定要给他点个关注 因为我这边美颜 可能灯光 我我这边比你是不是点暗 暗吗 你你你用了啥曝光灯 一个这个一个这个 俩 还是暗 你是来蹭热度 蹭啥热度 有啥热度可以蹭的呀 宝 我要蹭热度 我从开始开始到现在都喊了一万面 给我点关注给我点关注 其实我就是看师傅的 你关美颜吗 关美颜好像长挺漂亮的非关美颜 啊 你的脸好红 紧张 我这直播间暗 你应该跟我后边背景 你不要听她的 我这边必须 我